大家好,近期我们的业务拓展了,联系了一些优质的在东京有实体店的中古奢侈品商店 因为疫情的影响,奢侈品行业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 未来呢,除了房产,我们还会更新一些日本中古奢侈品类,更多的丰富我们的日本商品视频内容 言归正状啊,在日本,中古是一种文化,是日本独有的特色 在大街上都能看得到中古店 中古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日常理解的二手商品 但是,在日本,中古品是保存的非常好的 所以,一般都不用担心商品的橙色和质量问题 就拿现有的日本发展非常快的中古奢侈品来说 首先在日本销售的二手包,绝大多数没有假货 很多中古奢侈品都是在拍卖会上拿的 拍卖会的包从源头拿货的时候已经过滤了一遍真伪 拍卖品减品员拍卖时又会过滤一遍 然后从拍卖会拿货的卖家又会过滤一遍真伪 所以假货率基本为零 在日本其他大手店可能发行自己的写了购买日期的保证书 手表类比较多啊 加上所有的中古奢侈品 基本上都是严格登记卖主实名信息的 所以这个日本中古奢侈品行业 才可以如此的受到人们的信任和欢迎 在日本泡沫经济之前 日本人消费非常的奢侈 大买特买比较追求高价商品 在经济泡沫之后 人民的消费态度由奢侈转为冷淡 大量的人开始断舍离 贴补家用 平价百元店大肆兴起 而这就促进了中古奢侈品行业的发展 使得市面上二手商品货源相当的丰富 应有尽有 而且大多数橙色很好 有些还是全新的 甚至连商品吊牌都保留的很完善 如果你运气好有一双慧眼 还是能套到很多价格实惠的中古商品的 日本中古奢侈品种类繁多 主要是包包 还有手表和一些衣服鞋子眼镜等 其中三大品类是种类最多 最受欢迎 也是样式最全的 就是LV 香奈儿和爱马仕 日本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桃中苦品 有的人甚至会专门去寻找 和自己年纪一样的中古包作为收藏 目前一些大品牌的中古店 其实折扣也不算很大 但剩在它的质量和服务 如果你来日本旅行 一定要抽些时间去逛逛中古店 选择一个有演员的中古包 如果感兴趣 也可以私信我咨询相关的服务 好 那今天的中古介绍就结束了 最后希望移情赶紧过去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出去旅行 买买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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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